世界上最离奇的十个盗窃案 有人的地方就有小偷 只是或多或少 这今天和大家说的是 十个比较奇葩的盗窃案 他们有的偷井盖 有的偷鱼 有的偷避孕套 还有的偷花花草草 这你要是听了 不服都不行 先来说第一个 偷井盖的贼 这个偷井盖的地方 是在美国洛杉矶 1990年的时候 洛杉矶警方破获了一起重大盗窃案 一个盗窃团伙 偷盗了超过三百个 你想想这数量太吓人了 三百个井盖 而且这井盖啊 每个重达一百三十六公斤 真不知道怎么偷的 这偷完之后啊 然后他们就变卖了 每个井盖能够卖多少钱呢 哎 您听清楚了 只能卖六美元一个 呵 六美元一个 如果要是卖相同重量的 一拉罐的话 那最起码能卖一百八 这还没造完 无独有偶的是 两年之后 挪威政府 跑到挪威去了 挪威政府 为了迎接1994年 冬季奥运会 把奥运标志 也印在了挪威的 银井盖上 哎 结果立刻被偷 这偷完了井盖 接下来咱们再说 偷铁桥的事 一座钢铁的大桥被偷了 这世界各地啊 都不乏 怎么说 铁耗子 专门偷钢铁的 这一般的铁耗子啊 也就是像刚才咱们说的 偷几个井盖啊 或者说偷点钢筋的 能耐大的 可能跑到钢材厂 去偷点钢材 不过啊 杰克 有一个盗窃集团 却显然不满足于 小偷小摩 在有一年啊 他们在杰克斯拉夫科夫 生生的偷走了一座 十吨重的铁桥 十吨重的铁桥 据杰克铁路部门说啊 这群小偷 大摇大摆的 来找他们了 宣称他们是来 拆除这座铁桥的 铁路部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就糊里糊涂的点头同意了 于是啊 荡着他们的面 这些人就 堂而皇之的 拆掉了这座铁桥 盗走了价值上百万的铁轨 而直到小偷们干完收工 人都走光了之后 铁路部门这才发现自己 呵 被耍了 好了 偷井盖 偷铁桥 都说过了 接下来再说一个偷鱼的故事 这可不是一般的 在菜市场偷一两条鱼 那么简单 这是发生在水族馆 2008年 英国一家水族馆失窃 劫匪们并没有拿走水族馆保险箱里的现金 也没有偷走水族馆的毛绒玩具 而是把一条在英国非常罕见的鲨鱼给偷走了 水族馆的主人说 他们从印尼购买了两条鲨鱼 这两条鲨鱼一公一亩 前段时间刚刚生下来六只小鲨鱼 他严重怀疑 窃贼很可能是觉得小鲨鱼太萌太可爱了 所以就跑过来把大鲨鱼给偷走了 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 他也很奇怪 那为什么不直接把小鲨鱼给偷走呢 接下来再说一个特别好笑的偷道案 偷的是什么呢 这回偷的是避孕套机 你看兴之所至 怕意外怀孕怎么办 很多地方啊 街边就有避孕套贩卖机 就解决了很多人的烦恼 不过美国密歇根州 有一个青年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没带钱 还是因为对自己的战斗力太有信心 所以这个34岁的吉斯巴拉德福斯 在一个夜晚就把一台价值 279美元的避孕套售卖机给偷回了家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马上出警 回收了48个避孕套和31美元的钢棒 虽然我们不知道 他这偷东西是为了方便自己 还是为了方便他人 但是他面临的是四年的牢狱之灾和2000美元的罚款 肯定是少不了了 好了 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偷大象的故事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有一户人家丢了一头宠物大象 这让他们非常上心 并且悬赏500美元 希望有好心人能够把大象给送回来 好吧 你可能觉得丢一头大象一点也不稀奇 不过这头大象可不是一般的大象 不是火生生的大象 是一头400磅重的铜做的大象 很显然啊 这只铜做的大象 是吧 这个铜素肯定不会自己走丢啊 不过啊 据这家主人说 小偷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把这头大铜铜像给偷走了 甚至没有留下任何轮胎和拖动的痕迹 哎呀 这就奇怪了 难道真的是自己走丢的吗 好了 继续说 也是发生在美国 美国一个叫Dennis家的人 有一个漂亮的花园 不过有一天 当他和孩子从外面回家的时候 竟呆了 院子里的花园被偷了 被全盘偷走 这遗址上只剩下了干巴巴的泥土 据他们家的邻居说啊 在他们出去的时候 有一辆白色的卡车 把整个花园给搬走了 这是某个嫉妒的人干的事吗 不过啊 这会人家女主人很善良的认为 这可能是哪个粗心的园艺公司 搞错了地址吧 再讲一个黄金海岸 一秒钟搬家 对于海滨旅游城市来说 一处优质的沙滩 不但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 还可以提升整个景区的竞争力 一般来说啊 酒店什么的都是哪有好沙子开在哪 不过在亚美加 有人似乎不这么想 2006年的时候 亚美加的一家公司投资一亿美元 准备在亚美加北边的一处海滩 修建度假村 由于这处海滩呢 是质量 沙子质量非常好 所以啊 投资者信心满满 不过两年之后 一直到2008年 不仅投资 没有收回来 就连沙滩都无影无踪了 据当地警方说 有人在这里偷走了500车的沙子 这些沙子价值高达800万美元 亚美加首相对这个案件也非常重视 当地警方立刻展开调查 截止到2011年 已经有三家公司被起诉了 不过我想说的是 500卡车的沙子被声声地运走 难道这儿所有的人都是傻子吗 好了 咱们继续往下说 又是一件发生在美国的事 美国加州有一个汽车经销商 他对自己的商店的店面布置非常喜欢 因为在他的店面布置里面 有一只350磅 也就是158公斤的充气大猩猩 举着一辆汽车站在屋顶 意思是代表着要干掉其他的竞争对手 不过有一天 他们笑不出来了 因为这只大猩猩竟然被偷走了 商店经理表示 他实在想不通 小偷是怎么把大猩猩给偷走的 也实在想不明白 偷走这只大猩猩 他能偷去干什么 说实话 我也想不明白 可能是动物园的大猩猩跑了 所以他们想找个别的来凑数 好咱们继续说 你能够把一个鸡蛋给立起来吗 如果认真的话 应该不难 那一千个鸡蛋呢 那你能用它做点什么 南非有一个人呢 叫格雷格 他就很有想法 他用一千个鸡蛋做了一顶帽子 而且申报了世界上最大的鸡蛋帽 这项记录 但是可能是因为看鸡蛋看得眼花 他的心脏有时候也会出点小问题 在有一次出院回家之后啊 他刚刚恢复的心脏立刻又受不了了 因为他的鸡蛋帽被偷了 放在家里的鸡蛋帽被偷了 他非常愤怒 表示一定要把这顶帽子给找回来 但是老王觉得这事有点不太靠谱 因为如果他要是真的去找的话 那一千个鸡蛋帽真的变成了一千个鸡蛋 又变成了一千个鸡蛋灌饼 那该怎么办呢 好了 说到这儿 如果你想看到他用一千个 好了 说到这儿啊 如果你想亲眼看一看 他用这一千个鸡蛋 能够做成一个什么样的鸡蛋帽 欢迎您 好了 说到这儿啊 好了 咱们继续讲故事 当然了 这个外星人并不是真的外星人 是一个电影外星人 ET的同等大小的模型 应该说是雕塑 76岁的英国威尔斯太太 又非常喜欢 电影外星人ET里面的外星人形象 她的女儿啊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为她做了一个外星人ET的雕塑 这让威尔斯太太十分高兴 不过 2011年9月 ET这个外星人不翼而飞了 威尔斯太太很伤心 但是她认为 啊 ET外星人可能是回家了吧 但是故事还没完 一年之后 当地的海岸警卫队接到报警 说海岸上有不明漂浮物 看上去像是外星生物 警卫队赶到一看 哼 原来 这个ET雕塑又回来了 虽然降落不是太完美 不过 相信 她要重新回到 威尔斯太太的家里 威尔斯太太一定会 非常高兴的